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承恩整整掉了读者十万七千里的胃口 终于在取经成功前期 让我们有机会一睹成额针眼 谁知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天出国 唐曾师徒遇到了西天路上最后一个妖怪羽兔精 羽兔精不仅假冒公主 更想与唐松婚配姻缘 孙悟空最爱干的活就是放大鸳鸯 一通乱八换了玉兔精的美食 按照西 留套路 闹剧都要由妖怪的主人公来收场 此次也不例外 但出场的并非电视剧中的嫦娥仙子 而是名不见经传的太阴兴君 那太阴兴君跟猴子求情道 予以对敌的这个妖系 是我广寒公道玄双仙妖之玉兔也 他私自偷开玉关金锁走出宫来 精尖一载 我算他目下有伤命之灾 特来救他性命 望大圣看老身饶他吧 由此看来 太阴兴君才是广寒月宫之主 那玉兔精不过他的宠物罢了 那这故事里又成了什么事 有的 嫦娥就在太阴兴君身边 那时收了玉兔 孙国公请兴君的天诛诚意 行好让君臣瞻啊 他高叫道 天诛陛下 请出你那皇后嫔妃看着 这宝床下乃月宫太阴兴君 两边的仙卫是月里嫦娥 这个玉兔儿 这是你家的假公主 金献真相也 这段话中终于出现了嫦娥 但好像跟我们想的不同 竟然一下子出现两个 分战在太阴兴君两侧 由此我们才打 知 嫦娥根本不是人名 而是月宫仙女的光明 她也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群体 既然嫦娥有很多位 猪八戒具体调戏的又是哪一位呢 袁助对此也交代了清清楚楚 那天诸国君臣及唐僧师徒拜谢太阴行军 内中猪八戒勾起往日情思 动了玉兴 忍不住跳在空中 把霓裳仙子抱住道 姐姐 我与你事就相识 我和你刷子而去也 行者上前揪着八戒 打了两掌骂道 你这个村仆呆子 此是什么去处 感动银心 可见 猪八戒念念不忘 的是嫦娥之中的霓裳仙子 这位仙子有多美呢 反正老猪马上就要取经成功了 但仍不能克制霓裳仙子的吸引 竟还将其抱住 接接实实玩了一把咸猪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